佛法New Life 新生活提案 精彩生命電視台 精彩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東密日本慈悲紅髮型 這種新贅 那個魅力是... cay attempting 多少種作品 越來越深 低 有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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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1年 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中尊寺本堂祖国为阿弥陀佛徒来 两侧的灯笼 据传是在总本山也意思芬然而言 自宗主传教大师醉成点亮以来未曾熄灭 象征天台中一直守护至今的国灭法灯 中尊寺是日本天台中位于日本东北的大本山寺院 三号环山 于嘉祥三年 由日本天台中第三代做主 比瑞山 高僧猿人法师开机创建 以猿人法师入堂求法巡礼记所在 猿人法师曾参学于大腾扬州 长安 山东 武台山等地 并把所学的饭辈赖回日本 而中国的鱼山饭辈也由此传至日本 于大唐求法期间 猿人所撰写的《入堂求法巡礼刑记》 也被视为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旅行记》 与中国唐朝寻葬的《大唐西域记》 和意大利华可波罗的《东方剑宝度》 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此外 中军寺的《战恒杖》 即赞颂澳洲藤原三代伟业宝藏之一 是为传承文化材与长久保留给后世而建造的保育馆 据说现存约三千多件国宝级重要文化材 而于2011年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平泉文化遗产》 以及包括象征着佛教建土庙宇 园林与考古遗址等 是存在于日本阎首县平泉町的一系列寺院的总称 造访中尊寺 海涛大和尚于佛前抵佛 随即为众等慈悲开示 就像一个人发菩提心 这个世界最有希望 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 他以菩提心为祭令 三民业界 他绝对不会伤害众生 他会像各位一样随缘做浪漫力 去故事做研磨 去人世纪结好的缘 让某人世物结好的缘 我们虽然不是佛 但是我们的生意的方向 对 按照这几个字 等一下 虽然不是佛做 众向同情 致敬其意 伺诸佛教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去 做早上课 就像各位一早餐不吃 午餐不吃 你没有体力 你没有做好的思维意念 那你就会 一直还有这种 惯性 习性 参存实在 做事情 诸佛佛上 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它这个肉体 是这个暂时的 缘起的慈悲 四限 佛佛是常住凝山 永远不灭的 只要你心念念佛 佛就能念你 所以就算你不念佛 佛还在加持你 那何况我们 专心地面对佛 所以 佛就一直在帮助你 所以 当然我们一定要有 对佛有信心 还不能用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的想法 可以让你有很快乐 没有压力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修学佛法 如果你有压力 那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让你了解 真相毫无压力 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 在心无挂碍的状态 去尽力 全世界只有你的 我吃素 所有人都要杀身吃肉 你也不会起烊闹 因为你还是在这种 心无挂碍 但是尽力 总有一天 它也无肉 可以 所以化解回来 当你心里有挂碍 已经心心动念 起个贪心 起个春心 不太高兴了 那这个时候你所探断的事情 绝对是错误 有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要到佛前 自己调整它 心跟佛合为一体 叫一心念佛 心跟佛合为一体 叫持重 心跟佛法合为一体 叫念经 所以走着佛同样的路 叫法医院 那你要一直让自己 偏偏这样调整 所以 看看这次可不可以到日本来 我们绕了很多地方 去了很多地方 事实上都是过去世界的缘 还是法的愿 所以 要把佛法带回到家乡 带回到 这些父母祖先 因为全世界都 天地开花 所以所有人都看到你 不一样 那你要一直提醒自己 这就是我们 故意复活 最主要提醒 就是我们的心 从祖父老公 在你的心里 在你身上 那些人都会 在你身上 你身上 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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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里 这些人都会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有些尤其 事情 在你身上 同样由慈学大师于家享三年所创建的老月寺 从藤原氏族第二代姬恒开始着手兴建 在第三代秀恒的时代 即已完成全部殿堂佛堂的建设 当时除了规模宏伟之外 更以恬静优雅的大泉池庭园 为平安时代留下风格独具的庭园造景典范 以其象征净土庭园的安详能见风格传承至今 来到宝月寺 法师与大德门先以鸟鸟树香 礼尽诸佛菩萨 然后随大和尚进入大殿以佛 慈悲的大和尚领终宋经持终 回向所有善业功德传承诸佛恩泽 广承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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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各种灾难 往生众生 皆得超度 离苦得乐 自在解脱 同登 极乐净土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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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